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五的黄金时间19点播出 敬请关注 如果您在线回看中国文艺 请您关注CCTV4官方微信 微博 让我们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中国文艺 我是主持人孟盛南 提起星光大道 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很多草根明星 阿宝 王二妮 凤凰传奇 朱之文 李玉刚等等 都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这些草根明星啊 不仅歌唱的好 才艺也相当出众 那么在历年星光大道的比赛中 有哪些选手的才艺让你记忆犹新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中国文艺来寻找答案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他们身怀绝活绝境 他们能歌善舞 才华出众 他们是普通人 却拥有着不普通的人生 他们心怀梦想 超越自我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我的人生大不同 赵本水原名李莲东 是来自河北的一名普通钢铁工人 2005年 他凭借边倒立边唱歌的绝活 站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 中文艺绍港湖 右南湖 鸳鸭汉 马蒂漫曲 人被忘 人被忘 曹青 黄尘 飞扬 我愿守土 赴茄酒 荡荡通过要让四方来 赵本水原是钢铁厂的一名普通工人 对表演十分热爱的他 从小拜师学艺 练就了一身硬气功绝活 如口雕自行车 钢筋绕井等等 就因为偶尔给路一次机会 上了星光大道这个舞台 就把我的命运给改变了 不但我成了业余的演员 而且还成了我们那里的名人 因为我们家乡那儿 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走上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舞台的人 可以说我是第一个 多少次灰海鲁鱼 伤痛疼天满济 只因为始终相信 取瓶泊才能胜利 总是在鼓舞自己 要成功求的努力 热血在赛场沸腾 居然在独房生气 相信自己 你更超越地线 讨厌自己 相信自己 当的一切过去 你们将是第一 相信自己 说起2005年星光大道舞台上 最为引人瞩目的小童星 于学喜当时只有九岁 于学喜的父母都是农民 跟文艺可一点都不沾边 但他从小就展露出了过人的表演天赋 为了培养孩子 于学喜的父母 可是付出了不少的努力 正在唱歌的这个小男孩 叫于学喜 今年只有九岁 你别看他年纪小 快板双簧 唱歌 却样样精通 他的每一次演出 都会赢得掌声雷动 大家好 我是来自渭海的于学喜 我爸爸妈妈都是普通农民 我从小喜欢唱歌 今天很高兴来到星光大道来演出 谢谢大家 于学喜的爸爸妈妈虽然都是农民 但俩人都热爱文艺 2005年 于学喜和父母来到了北京 参加了星光大道比赛的面试 谁也没有想到 小小年纪的于学喜 很轻松地通过了评委们的考察 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最终 于学喜在几百名优秀选手中脱颖而出 成功地登上了星光舞台 并和相声演员齐志 共同合作表演了双簧 说一段什么 说段放鞭炮 说段放鞭炮 做的放鞭炮 星光大道真热闹 这边唱来 这边跳 为了表示我的祝贺 我放个鞭炮 先放个小边 没意思 我放个穿天猴 做的放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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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炮 煮炮 你干什么呢 急了 差点把我脸给炸了 知道不 师父急了 跟你开个玩笑 师父 师父 再演一个 再演一个 好不好 这回让你不吃亏的 我让你演个英雄人物 好不好 好 再演个英雄人物 演个英雄人物 你们开枪吧 我有一句话 乡亲们都转移了吗 转移了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还有一句话 粮食都藏好了吗 藏好了 那就没有我 遇惜什么事了 我还有一句话 请转高杆的老娘 让她不要再等我了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 我觉得我还可以 再抢救一下 救命啊 救 你搞不救了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他们身怀绝活绝技 他们能够善悟 才华出众 他们是普通人 却拥有着不普通的人生 他们心怀梦想 超越自我 欢迎收看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我的人生大不同 西游记在1986年 春节已经播出 就轰动全国 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剧中 由六小灵童扮演的孙悟空形象 堪称经典 难以超越 不过啊 在星光大道选手中 有这样的一个人 非要来挑战一下 那么他表演的孙悟空 到底像不像 他和西游记剧组 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咱一块去看看 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 您一定会想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拍摄的电视剧 西游记 以及剧中手持金箍棒 一路斩妖除魔的孙悟空吧 大家都知道 孙悟空的扮演者是六小灵童 却很少有人知道 扮演孙悟空的还有一位替身演员 正在舞台上表演的就是孙悟空的替身 徐霆雷 尽管参加西游记的拍摄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但他的身手依旧是不检当年 1982年 电视剧西游记剧组在昆明取景 徐霆雷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参加了拍摄并留在了剧组 他除了扮演孙悟空的提身之外 还客串了小妖怪 和尚等许多角色 甚至还反串过李玲玉的提身 在二十多年前啊 我有幸被杨洁导演选中 参加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班底演员的拍摄 我是提身演员又是舞打演员 我一个人演了好多角色 比如说和尚 道士 妖怪 土地 包括现在的 大家熟悉的六小灵童 还有象汉黑熊怪 还有我们在座的静庚区老师 都是扮演过一二十个角色的人 非常喜欢六小灵童 扮演孙悟空这个角色 我跟他住过一个宿舍 在他拍戏的时候 我特意留意他的表演 有一次呢 他拍戏的时候 从大树上摔下来 把腿给摔上了 当时就送进医院 导演说 这个戏不能耽误 所有些掉威亚 也就是掉钢丝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 在七王分布镜头 空中有的镜头 还有在石林拍摄大场面 从飞机上拍摄的镜头 是由我来完成的 如今 徐庭雷已经结婚生子 并有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 和爸爸的过人才艺相比 女儿却毫不逊色 我太喜欢你了 我要去参加星光大道比赛 你能教我点本事吗 葫芦丝 我会死 快吧 我也会 葫芦丝 你什么都不会 你到底教我什么呢 你可看好了 花啦啦啦 想你了 大家不敢跑 八八八八七成 这发梦的生意 是特别好 你有钱做伯伴 红隆隆隆 大泪 大胆小里 人儿不敢跑 我来说往这边 翻翻起巴 作样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他们身怀绝活绝技 他们能歌善舞 才华出众 他们是普通人 却拥有着不普通的人生 他们心怀梦想 超越字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我的人生大不同 2006年 由来自徐州的肖阳 带领四位女孩组织 并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胖美人组合 千斤组合 之所以叫千斤 是因为他们的体重总和达到了一千斤 我们去看一看 这个体重惊人的组合 歌唱得怎么样 爱很失败 没有说的帅国 来到每个宿物的场合 混合 他的冲动 他的寂寞 不及交后活 只有100万个游乐狼 快说破说破 以后最是我 时候爱不爱我 对不离我 关系这结果 你说我要 就说从前不必自由 你说我要 你将都再来过 难得你的 都不要太等候 自由自由 现在就要自由 大家好 我们是天君组合 大家好 我是沈济 我是蕭杨 我是杨叶 我是张文 这四位女孩 是在南京的胖友俱乐部活动中认识的 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职业 但相似的境遇 让原本没有交集的他们 走到了一起 我觉得我们虽然蛮胖的 但是我也知道 我们没有天使一般的容貌 但是我敢肯定 我们有的是魔鬼一般的身材 舞台上的四位女孩 个个坚强自信 放声高歌 现场观众更是连声赞叹 掌声不断 小酒歌送 宇宙美头就心动 我没共理会我 只感受你的感受 你要往哪儿走 把我灵魂也带走 它为你着了魔 有这有什么用 你是变 你是狂 你是唯一的生活 我只爱你 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是你 你是你 是地 是生命之一 除了爱你 没有权利 你是天 你是狂 你是我 你的生活 我只爱你 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存在 我存在 没有更好的方法 只能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我只爱你 你存在 卢启迪 从一位体态健美的 领舞演员 到臃肿不堪的胖小子 卢启迪的人生 究竟遭遇了 怎样的巨变 当舞蹈演员的时候 不是这个体型 后来腰受伤了以后 因为总是在 服用药物 激素比较多一点 越吹越胖 面对不幸 卢启迪始终乐观 坚强 他虽然很胖 但舞姿依然灵活轻盈 多年的舞蹈基础训练 让卢启迪能够轻松驾驭 各类风格迥异的舞蹈 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声好 对钢铁组合的支持 你们不可少 我们的介绍很简单 三句话就能把他来说完 我们是永不言败 永不抛弃 永不放弃 永远堆强的钢铁组合 2008年星光大道州赛中 由四位来自一线的通信兵 共同表演的杂技小品 快乐的吹士帆 不仅让我们领略到 部队生活的和谐与活泼 更让我们看到了 这四位小伙子的惊人才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伙子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 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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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这个杂技小品,也许有很多人都产生了疑问,这四位大男孩会不会是文艺兵,他们是不是接受过长期的杂技训练,但实际上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一线战士。 雄是情侣,我坚定,是赵风云是英雄,听到当代呼啸,看破坚在疼破,为苦过而战,我是真英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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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爱华凭借着边摇呼拉圈边唱歌的绝火,走进了星光大道的比赛现场,并成功闯过前三关。 你觉得刚才最后五号那位阿姨吧我应该叫,她唱这个音乐之声的时候,唱那个《孤独的牧羊人》的时候,真是让我很钦佩。 她能一边绕着呼拉圈一边唱,真的是太难了。 这时候绕着呼拉圈能把话说匀就不容易,然后她还能唱歌,还那么高的音,我觉得很佩服这个阿姨。 六十八岁的吴爱华可以说是歌唱界的老原宾人,正是对艺术追求的热爱,使得她不断地挑战自我,超越年龄的直线。 大 crawl 37的老原宾人,正是对艺术可以说这家人尉如何? 六十八岁的老原宾人! 都会唱的宍洞筑 Ciao! 都会唱歌的宍洞筑 heter小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